韩市长 您就任八个月就违背了对高雄市 就请假代职参选 违背了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您个人与新庄王小姐的金钱往来 参与的友人也说您的家人事前并不知情 请问您要如何说服选民 您当选之后不会欺瞒选民 也不会违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完全反映了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 我谈的是大海 国家的发展 总统的领导 总统的派系被包围了 未来中华民国的前途 你跟我谈的是一个漱口碑的问题 问我的私生活 你为什么不问我初恋几岁 你为什么不问我结婚之前谈过几次恋爱 你为什么不问这些问题 自从黎智英董事长带了苹果日报 跟一周刊进了台湾 把整个台湾的媒体弄得新风协议 弄得八卦新闻 害了多少人 这个家庭失和 苹果日报几十年来 进到台湾市场 就是在这里 今天总统大选提的题目 还在问我的私生活 要不要问我几岁之前还是处男 无聊 抹黑 造谣 非常没有水准 让我大失所望 我们对苹果日报 在一两个月前已经正式提出法律告诉 我知道 你们喜欢八卦 你们为什么不只看到韩国语八卦 不看到蔡总统的八卦 哦 你们怕得罪当权派 你们拥有两种标准 亲爱的台湾同胞 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 专门造谣 重伤别人的媒体 你们要用智慧唾弃它 而且要看不起它 知识分子这些记者 良心被狗吃掉了 我也顺便来谈一下 韩市长 我对于您刚刚跟苹果日报的那个争论 那就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要了解对新闻界的尊重 坦白讲 川普是一个很坏的例子 不要去学他 一样 今天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坏的例子 那就是言论的自由 要尊重 事实的真相 要主动拿出证据来沟通 我将来会依据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 来处理这些事情 谢谢